聖教姊妹,大家平安。 孟主耶稣圣明继续来查考荣耀的教会。 我们这个聚会来谈在至高山上的殿。 我们在查考以西节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又返回的预言。 荣耀离开圣殿这个预言在历史上不久就应验了。 但是荣耀在重返一个属灵的新的殿在以色列地还没有实现。 那我们看到圣经的预言其实是逐渐在应验的。 在以色列地结书40章以后,我们看到先知见到另外一个意象。 这个意象就是神的圣殿建在至高的山上。 在这里,在这个殿里看到神荣耀的显现。 这个圣殿在历史上,在物质界里是还没有应验的。 应该在这个世界上,从物质角度也不会应验。 但是从圣经我们看到的是属灵的殿,在神的山要建立起来。 就是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里。 因为先知书预言的重点,它的信息是多重性的。 就是说,在物质上以神的国度做一个模范来预告属灵的神的国要建立。 那神的荣耀也不会只局限在一国一族里面而已。 到最后,神的荣耀要普遍普林万民。 因为先知所有的预言都指向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先知书里,圣经里面,特别是先知书里面的预言,都跟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有关的。 那这个救赎就是要拯救我们的灵魂。 要让我们人生在这个短暂的生命当结束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个更美的归宿。 最后就能够再回到神的身边,就像回到伊甸人一般一样。 我们读以西结书一开始,第一章看到神的荣耀彰显。 因为在异象当中,那个景象,圣经所看到的是非常震撼的。 神的荣耀在天地之间展现。 同时也展现在被掳的百姓,在异邦地的地方。 但是到了第八章,我们看到神的灵带领先知回到耶路撒冷圣殿,去看到那可征神厌恶的事实。 那就是百姓,包括这些信仰的领导人,暗中犯罪。 犯罪最可征的就是崇拜偶像。 表面上好像每个人都在拜神。 但事实上很多人心里面都把假神放在内心了。 在内心里面崇拜各种不同的偶像。 但是表面上还是一样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 那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真实景况,神看了一清二楚。 他把这样的一个很丑陋的事实,就显入给先知看到了。 所以从第九章,我们就看到神的荣耀,就逐渐的黯然离开他的圣殿。 当神的荣耀离开之后,我们看到先知的预言里,圣殿不久就被毁了。 国家亡了。 百姓被毁了。 圣殿这样的敬拜也消失了。 那神的荣耀,你看,他一开始是临在这个圣殿里的。 就是像所罗门建圣殿之后,你看那个荣耀临在。 连祭司都没有办法进去释放,因为太亮了。 那圣殿成为百姓信仰的所在。 他的特殊不是他的建筑有多好,那里面的庄房有多豪华。 因为里面,圣经说里面通常用金子做的。 你进去都是金碧辉煌的。 但是,神的殿的荣耀不是因为这些物质。 一开始这个圣殿很荣耀的,很多人很赞叹的。 所以,你看,南方的士巴尼王曾经慕名而来,他来看所罗门来见识了这个神的圣殿。 这个城之所以有荣耀,实际上是因为神灵在,神的灵在那边同处。 因为殿称作神的居所。 是神立起祂的名的地所在。 因为在这里,众人可以看到神的作为。 但是,在以西结书里面看到这个神的荣耀,就逐渐地离开祂的圣殿。 可是,到最后,他看到另外一个荣耀的圣殿。 那,他目睹了神的荣耀,如何再从东边进到这个殿里面去。 这是一个全新的圣殿。 但,其实这里是讲的属灵的真教会。 这是我们今天要建设荣耀教会的一个蓝图。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当中的道理。 以西结书,他只是在异象里面看到这样一个荣耀。 因为在历史上,他有生之年他是看不到的。 他看不到圣殿建在一个至高的山上。 在他生日中,他没有能够见到神的荣耀,在在神的座位上建立在最高的山上。 可是,在云与语言,他好像看到了这是一个国度,是跟属世的不同。 但他似乎看不到,这在远远的地方是一个座位, 一个国度,是一样不同的。 我们从历史上看到,其实在差不多五百多年之后, 主耶稣基督就来到人间。 那主耶稣来了,就开启另外一个时代。 因为当主来的时候,他在宣告说,神的国进了。 他来了传这个旧人的福音。 他把我们所有人的眼光,都把他从地上把他拉到天上去了。 他让我们了解说,我们人生真正的归宿不是在这个地面上。 他来到地上,为我们人类打开一条路,通到天上去。 他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神的国。 是在天上的。 他本身就是这个王。 所以这个国度,后来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降下圣灵,建设教会就看到了。 这个圣殿的这个道理呢。 后来这个使徒,主的门徒,他们越来越明白了。 所以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主的这些仆人,他们明白了这个圣殿,旧约的圣殿跟新约的这个教会,到底是什么关联。 我们现在看一下希伯来书第10章。 希伯来书第10章。 这在希伯来的作者里面,他就很明白这个主耶稣基督,他到底是什么角色。 第10章的第1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尝现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人得以完全。 他特别强调说,这个律法跟这个律法相关的基本上只是一个影子,不是真正的实体。 因为记得律法,这个物质的殿里面所做的这一切,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叫人完全的。 他说,这只是一个影子,要引人到神的面前来。 最后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他们能够了解从属世的事情,了解到属灵的层面来。 所以包括这个圣殿的本身,他都看到了,希伯来书的作主都看到真正的殿是什么。 我们现在请看第八章。 希伯来书的第八章。 我们看第一节。 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着宝座的右边。 在圣所就是在藏幕里做执事。 这藏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 对于特别提到这个真藏幕,圣所就是真藏幕,事实上是神所造的,不是从人来的。 主耶稣基督,祂来拯救我们,像大祭司一样,献上祭物,也献上祂自己,让我们可以重新亲近神。 祂把许多物质的东西属律法的这些条例,都把它提升到属灵的层面来让我们了解。 所以,这个物质的殿,其实它最后所要呈现的就是属灵的神的教会。 这个教会好像是在地上,其实它是在天上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先知的预言本身,它事实上在讲属灵的神的国。 这是后来主耶稣来了以后,他把这个旧约里面相关的一些道理,向门徒解释了以后,他们才明白的。 那现在主的门徒,他们把他记下来,让我们来圆读,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明白。 我们现在再回来看以西节他所看到的异象,我们就更清楚了。 因为有主耶稣的这一个事奉,他这个桥梁,我们就明白先知所看的是什么含义,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我们现在请看以西节书第40章。 Let's turn to Ezekiel chapter 40. 以西节书40章。 第1节。 第1节。 44章第1节。 我们被掳掠第25年,耶路撒冷被攻破后14年。 正在年初月之初时日,主的灵降在我的身上。 祂把我带到以色列地。 第1节。 第2节。 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同,手拿麻绳和凉肚的肝站在门口。 第4节。 那人对我说,人子,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 那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 第4节。 这段圣经很重要。 这段圣经很重要。 以色列结书的特征就是,他每看到一个异象,他一定会把它记下来那个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 这个时候,是他被掳25年了。 以色列犹大国已经被灭了,曾被毁了14年以后。 当犹大国真的被灭的时候,有许多被掳的百姓也来到了巴比伦。 那他们来到了异邦地才发现说,哦,原来神之前所让这些百姓被掳来的人,他们已经在这边建立了另外一个家园一样。 而且在这个地方还有神的先知。 那神的话也会继续地让他的百姓明白。 那这个时候神的灵,一样在以色列身上做工。 你看他现在把他重新带回到以色列地区了。 第2节说,是在异象里面,他来到了一座至高的山上。 那在这个山上的南边,仿佛有一座城建立。 仿佛,就是看起来好像有一座城在那里。 好,那有一个人就站在这个门口。 那这个人呢,这个人颜色像同手拿一个麻绳跟凉度的干,手上有东西的。 这个人哦,他这个描述在第一章,他看到的那个意象,里面那个人是一样的。 就是,你看他这个描述跟他所看到的那个世佛物也很像。 不一样的是,他手里拿的麻绳跟凉度的干。 那这个麻绳基本上是来量比较长的距离的工具。 凉度的干,这个也是一个测量的工具。 一般来说,一个干差不多三公尺长。 所以,麻绳是量比较长的距离。 那,干是量比较短的东西。 好,所以这个人,他站在门口,表示他站在这个城的门口。 好,那现在在这个山上有一座城。 在门口,在入口有个人。 这个手上是拿着要量东西的工具。 然后第四节,他特别跟先知说, 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听。 然后,看完,听完之后,要把它放在心上,要记住。 我带你到这里来,特要指示你。 所以,你来了是有任务的。 你现在所看到的,你都要去告诉以色列家。 所以,这个就是先知他看到异象。 神给他看异象是有任务的。 要让他明白神的意识是什么。 他会看到实际的东西。 他会听到神所说的话。 他现在要把它放在心上,要明白说到底什么意思。 是。 接下来,他要回去告诉以色列家的百姓。 就是让他的同胞都明白神到底要他们做什么。 你看,神做事都是有设计好的,都是有目标的。 他让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的。 你看,现在他回到以色列地至高的山上。 现在,这里好像有一座城。 好了,现在看第五节。 我看到,我见殿视为有墙。 那表示说,其实这一座城就是神的殿。 他现在看到,这个殿,圣殿呢,视为都有围墙。 。 好,那个人手拿着凉度的干。 那他说,长六轴,每轴是一轴,零一掌。 所以他说,每轴是一轴,又多一掌,又多一点点。 那表示说,这个是,好像看到是神的使者,他在度量的。 他的那个标准,跟我们人在用的,又多一掌出来了。 所以,他们就在说,这个叫做,长的肘是神在用的。 跟人在用的,六掌而已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轴,一般来说是六掌的长度。 那现在,他这个手上凉度的干,他一轴是,又多一掌,所以是七掌。 所以,接下去,他就开始,好像这个人,就带着这个先知。 人子啊,就开始到这个店里面去,一件一件建筑物都去量了。 他从朝东的门开始。 好,第六节说,他上门的台阶,那就量门的这坎,宽一干,又量门的那坎宽一干。 然后,因为在这里,从第九节,他就变成量门廊,又宽八轴。 所以,第八节以前,他都是一干的,这是用干这样子在算的。 但是,九节以后,就是变成一走一走的。 那这当中,有很多细节。 他现在,这个从开始,进去开始看以后,那个天使就很忙的,就跟他说,这个东西有多长,几轴几干。 那个,先知都要一一的看好,记好,把它写下来,就是要记住就对了。 那,如果看到第四十二章。 四十二章的第二十节。 他梁四面,视为有墙,长五百轴,宽五百轴,为要分别圣地与熟地。 这里,从第四十章到第四十二章,他这里就是他所看到的这个在至高山上的殿里面所有的结构。 这个墙多大,是什么样的尺寸。 它的门,它的每一个地方都量得很清楚。 那,从这一段圣经我们看到,神的这一座城, 也是他的殿,是建在至高的山上。 我们从上一个聚会周商老所分享的道理,我们就知道, 这里所讲的,其实就是神,他的圣殿,末后的真教会。 因为这一座墙,如果我们按照以西吉所看到的这个尺寸,你真的把它画起来,这个不会出现在我们今天的人间里,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人试图想要把他看到的这个尺寸,这些人的实际的并没有办法。 它的整个范围 那个圣殿的范围 你如果从42章的第20节 如果一走 大概就是 这个整个长度 差不多要超过一平方英里的大小 因为500轴 差不多就 差不多1.5公里 那你现在把它 把这个 它这个范围把它盛起来 看面积有多大 这是神的殿 所以这个殿 就是像一个城这么大 那表示说 这一座城 这个殿 它不是物质上的 这个城 是属神的 那这个殿 是神特别建起来 那它特别有墙 把它围着 它里面所有的结构 都很仔细的 有很详细的尺寸 其实我们看到 圣经这样描述 就了解说 这座这个神的殿 一定要完全按照神的尺寸 是由神分处所建成的 那过去的那个旧的殿 它其实 也是神分处要建的 可是这个殿 它的神就离开它 荣耀离开它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殿里面 虽然有物质的东西 可是里面的人 他没有信息敬拜神的 在这个历史的眼镜当中 人把神忘记了 虽然神屡次的派先知去 警告百姓要回转 鬼向神 照神的吩咐去行 可是百姓总是不听 悖逆 所以让神的心伤透了 反复的失败 那神就一再地宽容 要领他们回头 到最后没有办法 神用极端的手段 就让这个殿被毁 让这个民被掳 因为人的心不在神那里 这个圣洁描述 特别在以西结书描述 犹大国被灭的时候 在二十四章是很戏剧化的 第二十四章 这是在描述 这个耶路撒冷神被毁的时候 他的情景 先拿一个大锅 要煮肉 里面把水 把它滚毁了 把所有的肉都放进去 开始滚 然后之后 把它倒过来 他整个描述 就好像这个 当时候的百姓 他们就像这些肉 被滚被烧 然后最后 通通被倒掉 这是 这是当时候 神所用的方法 为了要除掉 这个百姓的罪恶 那他特别提到说 这个锅 真的是 锈到不行了 神要用这个火 这么大的火 要把它除掉 这个污秽 这个锈 24章的第十一节说 把锅倒空 坐在炭火上 使锅烧热 使铜烧红 融化其中的污秽 除尽其上的秀 第十一节 第十二节说 在你污秽当中有淫行 我洁净你 你却不洁净 你的污秽 再不能洁净 只等到我向你发的愤怒之息 这个就是 你看 当时候 神的百姓 他们内心的污秽 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所以 你看神 他用极端的手段 要把他们的污秽 被除掉 好了 现在这些百姓 该被杀了 被杀 该被掳了 被掳了 在神 他的议定的时候里 你看神现在 要重新把百姓带回来 他要 建立一个新的殿 新的城 那这个殿 这个城 需要 里面要有新的人 要有新的心才可以 所以 我们看到 圣经里的安排 在 这个新的殿 出现以前 神已经应许说 要赐给百姓 新的心 赐给他们新的灵 要把他们改造一新 这个新的圣殿 一定是里面的人 有新的心才行 那神其实 他一直透过 先是 这一元这样的一个 他的计划 我们看第十一章 以西结束十一章 神要做一个大手术 第十九节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 我要将心灵 放在他们里面 又从他们的肉体当中 除掉食心 赐给他们的肉心 二十节 他们顺从我的律律 谨守遵行 我的典章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二十一节 至于那些 信中随从可证 可厌之物的 我必造他们所行 报应在他们头上 这是主神说的 二十一 然后这下去 你就看到神的荣耀 就离开以色列的圣殿 那神 他要离开以前 他就先预告 他要为百姓 换一个心 当他们的心 改换一心的时候 神的荣耀再回来的 那这样的一个信息 一直重复出现的 我们现在如果看 第三十六章 以西节书三十六章 这是神的国度 要复兴的预言 神其实他 永远都是慈爱怜悯的 他其实 很不愿意 这些百姓死亡 他不愿意恶人 真的走到这个地步 但是当人一再地 去忽略神的警告的时候 这就是必有的结局 我们看第二十六节 三十六章二十六节 神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 除掉食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那其实神要赐给他们这个心心 之前 你如果看第三二十五节 神说我要用清水撒你们 撒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 去掉一切的偶像 那在神用清水撒在他们身上以前 神二十四节说 祂要从各国把他们都召聚回来 我们看到神的作为 祂要把百姓重新召聚 祂要洁净他们 要让他们脱离一切的污秽 除掉一切的偶像 这都是神祂的作为 然后接下来 当人把这个污秽除去以后 神说我要给你们换一个新的心 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心在里头 你现在洁净了 等一下还会再污秽 如果没有新的灵 能够愿意顺服神的话 遵照神的指示去生活 最后也是会走上污秽的道路 人如果不愿意遵行神的话 这个时候是神的百姓 但是在下一个世代 可能就变成是悖逆的百姓了 所以我们看到神 祂的计划 就是这样子安排的 这个圣殿要建立在至高的山上以前 这些人一定要先改造 属神的百姓 一定要了解神的律例典章是什么 他们要有心去遵守神的话 他们要过一个跟这个世界分别为上的生活 住在这个城里面的人 他们住在这个城是有墙的 这个墙是把圣的跟属的 把它分得很清楚的地方 所以今天这个殿是建在高山上 我们知道当我们人到山上去的时候 你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你上了山上去 你看到的景象是不同的 基本上会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 然后到这个山上 你去看到 有时候我们认为说 好像很伟大的事 在那个从高往下看下来 觉得说其实也没有什么 所以你看如果今天我们上山上 我们的心比较容易轻 比较容易去想属灵的事 比较容易会去考虑到神的要求 神特别提到说 他的殿要建在这个至高的山上 表示就是要跟这个世界有分别的 因为这个城是要变超越的 是要带领我们去思想神的话 那我们重新去看到说 这个世界的这些一切 虽然看起来好像很荣耀 其实有一天都会过去 当然我们一般上山去 我们的脚步也放慢了 就是我们会慢慢去看 我们所走过的这个 周围这些环境 就是我们在忙碌的这个生活 先放着 然后去一方面享受神的创造 然后去想想我们到底在忙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如果办活动 比如说像学生灵会 神训班之类的 我们很期待说 像这样的活动 在暑假的时候可以继续办 因为当我们参加这样的一个 属灵聚集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在爬这个灵性的高山一样 我们逐渐地把我们事实上的这些忧虑 把它放着 借着神的话语的光照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 我们可以悔改 我们可以祈求神改变 那慢慢地借着圣灵的帮助 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 产生力量 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接下去应该做什么样的改变 成为一个新人 那也期待说 我们能够跟神更亲近 在祷告当中可以摸到神一样 让我们更坚定地相信 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属世纪 所以我们要常常到神的山 神的殿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真的 看清楚我们生命的重点在哪里 我们看各罗西书第三章 各罗西书第三章 第二节 各罗西书三章第二节 你们要试念上面的事 不要试念地上的事 第三节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第四节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祂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在这个神的殿里 在这个山上 我们可以真的仰望 最后的主的荣耀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生命的归宿 我们本来就是从神的荣耀里面所造出来的 跟神的荣耀有分的 最后我们结束这个地上的生命 一定也要是回到神的荣耀里 那么现在在这一段生活当中 我们就要以神的话为标准 现在做什么事 我们都要用神的尺寸量一量 就好像神的殿 祂的每一项都量得很清楚 那我们知道说神祂都是祂的标准 不管今天是我们个人的生活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学习 我们所想的 我们所看的 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工作 都要用神的标准去量一量的 我们知道神的标准是什么吗 我们会不会做得太超过了 或者是我们做得不足 我们一定要了解神的心意 所以在这样一个量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慢慢地检讨自己 我们要完全符合这个神的要求 那在这个层 他特别强调说 这个里面是有分别 是要分别圣的跟俗的 因为在这个圣层里面 这个神的殿 什么都是圣洁的 所以如果看回来 以西结书42章 以西结书42章 四十二章 他这里 有一个 在第十三节这里 第十三节这里说 顺者空地 南屋北屋都是圣屋 然后靠近神的祭司 但在那里吃至圣的圣物 在那里放至圣的物 就是数祭 赎罪祭 十四圣祭 因此处为圣 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圣地 第十四节说 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 不可以直到外院 要在圣屋放下 他供直的衣服 因为那是圣衣 要穿上别的衣服 才可以到属民的外院 在这个殿里面 在这个神的地方 每一个东西都要变圣的 所以圣殿 圣屋 圣物 圣衣 圣地 那这里面有神的圣所 那这里面的人 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圣民 今天我们在神的殿里面 一定要成为圣民 我们要常常用神的标准 来量一量 我们的生活 是不是世俗化了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把这个神的圣洁的标准 把它掌握住 这包括我们的教会 这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 这一段的信息 跟启示录第十一章 约翰所看到的异象是呼应的 启示录第十一章 第一节 有一根尾子赐给我 当作凉度的帐 却有话说起来 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在殿中礼拜人都凉一凉 神的家 神的殿 每一件事情 都要照神的吩咐 我们的内心 要用神的话 神的标准量一量 让这个殿 在至高的山上 真的是荣耀的 众民都要留归这山 在这里可以见证神的荣耀 在这里可以享受神的福气 在这里可以看到 神所应许的 那最大的盼望 所以将来我们的灵魂被赎 进入基督荣耀里 那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活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都不会恐慌 因为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 追求神 祂的荣耀 愿我们一起努力 来建造这个属灵的教会 在至高的山上 我们这一节的聚会就先到这里 我们现在请跪下来祷告 来结束今天早上的聚会 我们现在请同心祷告 我们现在请同心祷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